國道一號彰化站被道路段 一面站滿的這個紙桶的大貨車 疑似疲勞駕駛衝落了國道 相隔不到一個小時 另外一輛休旅車也在距離100公尺外 同樣衝落了邊坡 滿載直桶的大貨車衝下國道邊坡 相隔不到一個小時 灰色的休旅車也衝落國道 兩起車禍的現場只相隔不到100公尺 實在太過巧合 他在超車的狀況之下 然後車子掉下去了 回到意外現場 大貨車卡在國道下方的產業道路 撞擊力道最大 不只駕駛艙撞到扭曲變形 就連後方的貨艙 也宛如鋁箔包一樣 整個被撞開 裡頭存放的紙桶 散落整個國道邊坡 還得出動吊車 才能夠一一的清除 肇事的大貨車駕駛就是他 疑似精神不計才會釀貨 而意外事故還不止一起 灰色的休旅車也衝下了邊坡 後座的老太太一度被卡在車內 臉上全是驚恐 老太太被緊急送醫 索性只有輕微的擦傷 而巧合的是 休旅車還有大貨車 只相隔不到一個小時 這家同樣的國道一號彰化 戰備道路段衝下邊坡 而事發的原因 警方還得再調查 記得陳孟輝 彰化報導